常常的排队人龙 都是准备办理护照的相关业务 但却有民众冒用他人身份 两度成功骗取护照 很夸张 通缉犯嘛 逃出国不好 他出国的时候 审核那些资料不就很潦草 差办法他可以出国这么多次 据了解冒名的王姓女子 因毒品案遭通缉 杨女担任王女父亲看护 2003年起 杨女以王女教骗 成功申办有王女照片 杨女身份的假身份证护照 让王女顺利寄生 接着2012年到2016年期间 王女冒用杨女身份 出国多达39次 直到2021年底 引进身份证和护照 影像比对系统 才揭穿这一起偷天换日 我们护照自己本身 本来就有影像比对系统 那是身份证是在2021年底的时候 在加入我们的那个 就是系统里面 就是可以多方比对 外交部南部办事处人员 经过一周的抽丝剥茧 研判护照有冒名办理的嫌疑 依法通报警方 并向上通报司法单位 为确保我国护照的国际公信力 对于申请护照的收件与制发 都采取严谨的流程 依据修正前渡出国及移民法 第七四条前段 之受禁止出国处分和出国罪 及护照条例第31条第二款 冒民使用他人护照罪的规定 分别判处 网女有期徒刑七月八月不等的刑期 并定因此刑刑有期徒刑三年 外交部也呼吁 不管是冒办护照 或是提供他人冒用自己的身份 办护照都是违法行为 最终可面临七年有期徒刑 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民事新闻刘颖纯 邓山田高雄市报导